《约书亚记》第四章 国民竞斗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 祭司搅占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 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 你们下约旦河中 过到约旦河你们神的约会前面 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 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会前断绝 约会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约族亚所吩咐的 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 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 都准耶和华所吩咐约族亚的行了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约族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 在台约会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 那石头还在那里 台约会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 等到耶和华小域约族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约族亚的一切话 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会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流便人家的人 全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 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当那日 耶和华使约族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打 在他平生的日子 百姓敬畏他 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小域约族亚说 你吩咐台法会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族亚就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汉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远处 仍旧涨过两岸 正月初十日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 约族亚就立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乘走干地 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